大家好 今集我想學一下我們這個香港頂流姜濤BB 學什麼呢 學一下 因為其實聽開我只吹的人都知道 我是叫做火型 紅色型人格 即是怎麼說 穿口枉白隻狗 只吹但沒有惡意不太想咬人 那平平你呢 那朱斯拉這次是做得對還是不對 那首先講到這宗新聞 講自己話沒有人要聽的 黃日華華哥 他好像之前是不是扮過郭靖 他那個版本的郭靖 我真的沒看過 因為真的太久遠之前了 黃日華當年就是TVB的五虎將之一 他跟他老婆的神仙美卷事件 到現在都為之遵遵樂道 因為佳因他老婆疑似 從事保險 偷吃 竟然阿華哥不計前言 還沒有反轉豬肚是屎 揉爛臉皮 還可能是凍粗 他選擇包容對方 就說我真的冷落了嬌妻 以後我們會好好地生活 筆記前因 我真的覺得男人來說 他都算是這樣的 沒有偷吃不但之 還要包容老婆 紅痕出城 在娛樂圈 他都真的是第一名 但是 原來 男人永遠都會有 躁底的一面 譚詠麟帶領的明星足球隊 他經常在內地舉行比賽 日前跟貴州穿超 我真的不知道穿超這隊是甚麼球隊 紅與不紅 我真的完全不懂 因為我很不喜歡看足球 十幾個朋友追著一個球 我也不知道為何 籃球 我小時候都看過一下 每逢星期日下午 好 好了 比賽的時候 他就有一幕 我都特地去抖音 找了一些片 去看看他究竟是 黃逸華的問題 還是內地網民上綱上線 你知道吧 現在是吧 小小事都說 你歧視我們 這樣的嘛 那究竟今次是誰對 誰錯呢 那在片段中所見 黃逸華就不像我那些 最好唱歌就繞嘴 踢球就千萬不要傳給我 然後上課問問題就 不要看到我 最好坐最後一排 參與這麼極低的路人甲 當然不會 黃逸華是非常之樂力去踢的 但是他被對方幾次都搶了個球 那他就說 對方被罰犯規 一開始就有少少不滿 那其後呢 對方另一個隊員呢 就再試圖呢 搶華哥的球的時候呢 華哥就跌倒在地了 右腳在跌倒落地的時候呢 就先踢了對方的球員 那倒地之後呢 他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就是彈弓手 他是彈弓腳動的 這樣呢 就踢向對方的背脊 搞到呢 對方都趴在地了 那麼 旁述呢 看到這個華哥那一腳呢 因為我看那段影片 沒有旁述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現在讀報紙而已 那麼 報道呢 就說那個旁述呢 就啊 這樣呢 當場都驚呼 就是心想 就是當年下山 這個一千字的粗口 應該 對方球員被踢到之後呢 就立刻攀大隻手掌 不是問我此作 啊 表示好驚訝啊 那王又華起床之後呢 他是露啤的 就是那些邪啤45度 Sentino 又不滿地走向對方 就是拿個胸口出來交朋友那些 什麼啊 什麼啊 你不什麼 我怎麼知道我什麼啊 那些啦 那當然人家沒有說出口啦 在這個肢體動作呢 就已經很明顯看到啊 王又華呢 是黑面的了 分分鐘呢 如果不是 叫做 敬佬讓他三分呢 如果是年輕的 的朋友仔呢 就打架了 喂大哥啊 明星足球隊啊 狗馬的鏡頭對著 想打都不敢打你啦 我說不好聽是吧 就算在街邊啊 我們都不敢打老人家啦 不要說老不老人家 你現在啊 香港的啊 最近呢 我就成為了這個巴士小能手 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一向都不搭巴士的 我呢 因為我家很近地鐵站 我去哪裏呢 都一定是搭地鐵 當然啦 小巴呢 可能是極 極 某幾個我熟悉的 我才會搭 最近呢 我就要去一個地方開會 整天都要去啦 嘩 那個地方是新蒲江 我試過呢 在啟德地鐵站走過去 在滅奇奇附近啦 遠那裡呢 我是看到那個地圖呢 可能是很近很近 可能隔一條大馬路 兩個大建築 那樣 望山跑死馬 我現在將人家兩點鐘在那裡等 我兩點三個字才走到去 但是我已經是1點9 我已經去到地鐵站出來了 所以呢 就是說 你說啟德地鐵站 你說它有沒有用呢 都有點用的 但是對於這個新蒲江的朋友來講 就真是 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了 那麼說回 為什麼無故搭車呢 對了 因為呢 我試過幾次 在我很少的搭車經驗呢 我都遇到 有些老人家 它是 肉眼見到呢 它不是排隊的 但是呢 你上車的時候呢 它就會 不知為什麼 突然間 寧波 微步 含笑 八步釘 就出現了 你在你 和巴士前面 它是很不經意地 是吧 沒有人覺得突压地 那麼 人家就會打了去 你的尖的前面 那好吧 一開始呢 可能一次半次呢 都沒有什麼的 但是慢慢的 多了呢 有時候你知道 賀爾蒙失調內分別失敗 就不是那麼 阿拉 不是那麼 天魔之的 某一日 就會出聲 那些阿婆阿伯呢 就會很兇地 回敬你 在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想和她 走這個 道理Rise的話呢 那就是 其他人呢 就會看著你了 就和華哥這個眼神差不多了 就是心想 嘩 大人大姐 哈佬人家 喂大girl 就是如果你說 是吧 最近也是啊 這個巴士 由兩個 還是四個 變成六個的 那些叫什麼 愛心座位 我只知道呢 這幾個字呢 是難聽過粗口 你如果想讓 你有公民意識的 你沒有這幾個字 你都會讓 但是當那個正常的 不要說正常人 年輕一點的 那些白頭髮 不是太多的時候 又或者你那條 的苦紋 不是太跌得下來 太低的時候 你坐那個位呢 就會被全世界唾棄你 然後拍你車頭照 放上這個網絡 就說 嘩 這條粉皮啊 闖愛心專做啊 嘩 她媽媽真的 不知道有沒有教她的 看見阿婆 你看看 不是那裡有個阿婆 站在那裡 多可憐啊 嘩 我都可以 急死就來賴的 我都可以 懷孕了 但是我之前呢 有寶寶的時候呢 肚子是很小的 我六個月呢 我穿點鬆身一點點的裙子 是完全不見肚的 嘩 我記得我有一次呢 頭暈坐在那裡 我有一個 你說五十多歲 是不是很老 我覺得不是她很老 一個叔叔 瞇著我 那種眼神呢 是應該我有搞她老婆 我有搞她老婆 或者是 沒有給她 寶寶下 欠她錢 那樣 她是很怨恨的 挖著我 有時候呢 我真的覺得 難道我一看到你 我就要笑著跟你說 其實你知不知道 我有了寶寶的 我現在拿開衣服給你看看 雖然不太見肚 我現在打開電話 給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是我去做 這個body check的紀錄來的 我現在想坐一會 請問你批不批准呢 你OK啊 多謝你 是不是要做所有這些 這些 step 才叫做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呢 是不是 一定要這樣搞到 那好吧 那說回來 就是繞到太遠了 我昨天晚上呢 我昨天晚上看抖音 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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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按下《古明華》做直播 古明華原來現在走上去貴州 還是到哪裡 搞自己的小生意 他開一家店 人們經常說 我能不能去你的店那裡找你啊 他就問 你來問問我在哪裏便知道 他都有解釋華哥王逸華這一個動作 他就说其实不要说黄不黄又说 不要说明明星 基本上男人又或者他的经验 和他自己踢球 在球场上面那种荷尔蒙 就好像你上到Tenetral High 本来你要用80分的力 你会用了250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的腎上腺素就会飙升 那一刻你是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Out of control 你是觉得是 就是时候可能你冷静下来 为什么我会这样的 我平时不是这样的 我都不想这样的 那个大只仔走过来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嘴上去的 这些是我自己个人小剧场 那古明华就为王若驊洗白 有很多网友都在下面问他 为什么你们香港的明星这样的 这么臭脾气的 很明显你是歧视内地人 那古明华就说 不关事 是吧 其不其事 内不内地人 这些是第二个story 只不过是踢球 在我下面 网友 都有个留言 就说 姜濤 曾经都在铜锣湾 打篮球的时候 他都是阴阴湿湿地踢了别人一脚 他说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我就不知道了 那这位朋友仔 他留言 姜濤 这么阴湿地踢别人一脚 都知道他是好人极有限 绝对不是那些善良 孝顺的朋友 我只是想知道每一个人都有阴暗面 包括我 我的阴暗面应该是佔了我整个人的面积95% 正常是那5% 当然我录春阴那时就扮正常给你们看 私底下我都是流马车来的 所以我都很喜欢看流马车的片子 尤其他那些在自我放飞那些 真的很治愈 那就是说回这个 谭奕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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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奕麟有个 谭奕麟立刻上去 就抱着安抚王逸华 王逸华才冷静下来 其实你看那么多何家敬 还有吴角敬都有 全部都是数得出 还有这个范振峰的反 全部都是说得出名的香港明星 你说人家跟你打球都是友谊赛而已 是不是真的要争个输赢呢 人家全部那些年轻都比他们年轻的 那我觉得 我不知道 因为我又很少玩这些团体的体育运动 可能他们那个心态就是 喂 落得长打就一定要赢 如果你下下走来抢我的球的话 喂 那很无人而已 那可能是这样的心态啦 如果你们有独特的见解呢 都可以分享回 那好吧 是的 再回应一下先 有朋友就问我 就是见过说开这个cola和这个loli talk 他就问我说 喂 你知不知道有对新的女子组合叫做me-en 是的 me-en m-e-me 然后en 那个叫做special character 那个 那me-en这一对女团就成军了 prepare了两年就终于出道了 那三个队员 一个就是mandy 一个就是fianna 一个叫we-en 那我想问了 fianna一个呢 通常就叫fianne的 一对不出名的组合 有两个成员 一个叫fianne with start with f 一个叫we-en start with v 那我想问一下正常路人甲 就是我这些路人甲 喂 很难去catch up的 你哪个打哪个啊 还要呢 如果你看他的official 那个还呀 music mv 就算ok的 他三个样子 但是你说看live show 撕走所有filter呢 我自己觉得 这三个女仔呢 mandy的样子就叫做好一点点 所有的访问啊 表演啊 他都好像是站c位的 那你说隔离那两个呢 染金毛那个 我就觉得他样子真的不行了 隔离另外呢 扎妈边那个呢 大家可以自己自行上网 search一下 我觉得如果是女团来说 Supergirls呢 我觉得是香港女团组合 是美女的standard 那当然他其中有两个 我觉得不美啦 哪两个我不说啦 我肯定被人打啦 那你说这三个女仔 唱呢 就一样的啦 跳呢 我觉得ok啦 那你说是不是十分之有这个个人的special character呢 就好像这个 Blackpink的Janny那样呢 就一定不是的啦 那Mandy呢 我觉得她是漂亮的 但是某些角度她好像男生上了少少 还有 有些访问呢 她很粗劳的 很粗皮的 整个人 我不知道这叫真性情 大家买不买啊 还是怎么样啦 大家可以看一看啦 她好像有个朵 叫什么 男球女神 当然 可能在某些的受众呢 她很红啦 那看看她有什么火花 可以拆到出来啦 那我觉得如果你一个组合 你在一个live那里走来 咪都没有的 只是播歌 然后跳的话 那我不知道你那个定位是唱跳名歌手啊 还是一个普通一个女子跳舞组合咯 是啦 那就是啦 那这对东西呢 我之前有看过 但是我没有专业去看他们的表现 就是知道有新闻报过这样啦 那which is 我不太喜欢啦 是吧 样子不够漂亮啊 讲完了啦 那好吧 那就讲一下呢 我今天呢 发生了些什么事啦 那我讲完这件事先啦 Kai Ler Kai Ler 知不知道是谁啊 就是这个 这个罗志祥啊 当年呢 被周扬青在2020年爆 她说什么多人运动啊 又和那些什么啊 和他旗下的女艺员 不用点名 点名都知道是这个 蝴蝶姐姐 小咪头 是不是小咪头 是串合她们的 蝴蝶姐姐的海洛呢 就进行这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啦 长期不正当男女关系啦 但是大家其实呢 可以看回这个康熙来了 因为康熙来了 从2005年开始到这个2015年 或者2016年收官的时候呢 她是记录了很多这个娱乐圈的偏年史的 那我自己觉得呢 根本上就是罗志祥 和了这个蝴蝶姐姐一起 还有就是特意开一家经理人公司 只签了网蝶姐姐一个艺员 然后之后才和周扬青在一起 喂那好像吕麗君和金比那样啦 先来后到谁先 谁后一眼都见了啦 是不是 说现在这个海洛就快要经传她离婚了 所以说罗志祥都可以复出 但女人好像被人有少少这些黑历史 一下子就打沉她 没得翻身 好了 说完新闻 说一下我自己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像 好像觉得攻击姜桃 姜BB那样去评击我 那我自己说一下 今天发生了一件事 令到警察上门想着找朱司拉找我 那我找什么呢 找我什么事呢 当然不是因为我打朱队友 打朱队友那些他就应该不会叫得那么大声 因为我都试过有fit他的 那当然这些是fit一下还是fit十一下 那些都是龟防乐 我百分之一的力 还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力 看我的心情 那好吧 我今天呢 一出去了 做着做着 走出厅里 看到那只老狗 十四岁的老狗 它是一只白色的虫鼠 有皮肤病 那些不好的了 因为那些老人病那些 有脱毛那些 那些 查药都没用的了 那有个浴瘤 那看过医生都说 不建议做手术了 因为都太老了 那他的眼睛就白内障了 那只能够滴眼药水 是不是 老狗那你一打麻醉 都差不多 拜拜的了 因为之前很小 那时候他三四岁 做着肉的时候 肉眼可见地 知道他都不太承受到 那个麻醉 他回来之后呢 是死狗 死狗了一两天的 那好吧 冬天开始 那我就铺了很多那些 地的那些 毛毛的大毡给他 那他呢 就走了去其中一张 那套瘤 那我这么深水清 一看一闻都知道什么了 那我当然要洗 走去洗 那我就把它困在厨房 和厕所里面 那我另外呢 就有一只柴犬 standard的柴犬 不是斗柴 那只柴犬呢 就应该是半岁 那他呢 就一向我就知道 一开始呢 那只老狗就会打他 就会欺负他的 那我试过呢 他刚刚初来跪境的时候呢 就咬到他流血 那我都分开的了 那喂大哥 现在人家 你当日 我就 这个 叫什么 改了名 半虎 不是叫半虎 叫忌安 是以前叫忌安 现在叫半虎 是吧 那我说大虹 是吧 那以前就是大虹 现在我大胜了 我当然不会被你欺负 是吧大虹 那现在那只柴犬呢 就非常的大胜 大胜到呢 它是可以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虫鼠上面走过呢 那个虫鼠是完全 不会挎到他的 肚皮的 就是好像人家那些 高身的车呢 你过那个 那里是完全 不会挎车底的 那体型根本是 力量上的 懸殊 那就好了 那发生什么事呢 本身呢 我就知道呢 那只柴犬呢 当见到有食物的时候 无论你是分开胃 还是怎么样 它一定会 极速吃完自己的 那些 然后走去搞那只老东西 就去咬它 那我都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不会 将它两个 放在一起喂食 而且一定会是 物理性隔开 那这次呢 因为我是 要洗那些尖 要清洁嘛 把那些尸尸尿尿尿 那我就将它两个 就困在同一个 area 同一个area 都是厕所厨房的area 那你都不是两只 一个合小空间 那竟然呢 我清完之后 我去厕所 那我坐下的时候 通常就会摸 两只狗 在外府啊 前面啊 那这个时候呢 那只柴犬呢 就无端端就 那只 涌起个死人嘴啦 那我就立刻 啊 那喝啦 你知道啦 我一喝就等于这个 獅子山上咆哮的嘛 at least 我儿子和阿朱对尔 会先害怕 还有我 之前养那么多 养那么久 那些狗 那些狗一定会害怕的 因为我真的会动它 我真的会抽击它 那 我那只柴犬呢 是完全 之前也试过的了 我喝它呢 它是完全不会修炼的 那 但是 它糊而已 那我就骂它啦 那但是呢 它还是这样呢 我就开始 拍一些东西 就是这样 拍一些东西 就发出一些声响 就令到它 停了 我想制止它 怎样知道呢 我不拍 它就发起恶呢 就按住这个 老虫鼠来砌 那它已经按了它 在地上 那我心里想 哎呀你按两按 就收皮了 怎麽知道它真的 起口咬老虫鼠的 那块面 和靠近颈的位置 那我呢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我当然 出去拿工具 那我拿工具 回来呢 我就fit它啦 那在fit它的时候呢 那它就终于松口了 就是在我去拿工具 回来的大概五六秒 它是没有停过 也没有想过停 那只蟲鼠是 一直发出一些 求助 和一些 事 那些 我没有听过 那只蟲鼠是 发出这些声 我想它今次 咬得它很甘 那我就fit它 我想我fit它 差不多十下 是的差不多 那我不知道 人家网上所说的 蟲 性格是很不受教 很固执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柴犬 是这一个性格 那它呢 有些就说 柴犬是气症 基本上你还没打它 它已经叫定先了 那在它叫的时候呢 我就拿一支 拿着它 它就 很大声 因为它是 整只狗很大 我之前没有养过大狗的 那听下 豬队有这个 叫做 就是怎么说 偷骗拐骗 就搞到我养了 柴犬 就是那些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它说 哎呀 妈妈 我都会去放狗的 我很喜欢放狗 和那只狗一起跑步 我心想摸你去街 现在又是我放 又来又说 好累啊 哎呀 好累啊 我好眼神啊 又是我做 是吧 屎又是我执指甲又是我 是的 如果呢 被人听到我和他剪指甲 又是告我弱速的 那就好了 在他发出这些 哎呀 那些叫声的时候 我就听到 因为我住低层 我就听到 有一个男人 还是两个男人 我分不了 有一把女人的声 在那里尖叫 在那里 哎呀 我是住贫民区的 所以呢 周不时都有一些 那些癫脑 或者楼下闹架 都在那里尖叫 我开头不以为二 那后来呢 我听到那个女人在那里叫 嗯 什么事啊 哎 我报警的 哪层啊 那我就想 啊应该他跟我说话了 他就是说我了 是吧 他就不all like我打狗了 那就好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都没什么了 因为我是要控制他 我是要fit他 那大概过了15分钟左右 那15分钟20分钟呢 我就lunch time 下去吃东西 那因为我要掉垃圾 那我就走下楼梯 那我就走下楼梯 走下楼梯 因为我住低层嘛 那我就不会再走出去 兜出去搭车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听到 各各各各各各 那别人家里有访客 那是什么 那我走着的时候呢 我就听到呢 有个男生就说 警察啊 那你们刚刚呢 有没有 有吵架啊 家里有没有 有没有 听到有打斗声音啊 那我 我相信呢 应该那条女人呢 是真的有付诸实行报警了 那好了 整件事就是这样了 那我说下我自己的观点了 我看了很多这个 这个无论有线的 Eric Gould Eric Sir 那些 那些 和这个意念的传播 气场 那我当然是有气场啦 要不然怎么会 放狗的时候 是我放那只狗 而反过去 阿朱队 放柴犬的时候 就是 那只狗放它呢 是不是 那但是呢 姜训练师呢 和这个 美国的 Cissar Milan 就是很出名的 训练狗师 那他们呢 也有些 有些动作呢 有些狗主呢 就 不喜爱啦 包括 Cissar Milan 有时候会 刺狗 就是拿着手指 那然后 阿姜训练师呢 都有些动作就是 拿着脚去 挡 挡着狗 又或者是 拿着那条 去 弄着狗的时候呢 就凌空 打个360度转 然后转到它呢 要将 Focus Focus 放在某一个 它想要它放的位置 还有 它会拿些椅子 走去 阻隔那只狗 不要等那只狗呢 好像你想怎样就怎样 那 那有很多东西呢 每一个人呢 养狗呢 都有自己的 不同的 观点 那包括 我也认识了 有个朋友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岁半的 小孩 小孩 幼童 被他家里的老狗呢 是继续咬 整天咬 咬到手呢 整天有明显伤痕 他都不打狗的 他说 蛤 那小孩 那小孩 自己有些动作 可能太大力 要吓到那只狗 那只狗就咬它 包括那只狗 是会咬她老公的 那只狗是和他们一起睡 当他老公呢 转身啊 或者扯屁的时候 动了那只狗呢 那只狗是会无定向咬老公的 喂 那幸好 是吧 不咬他 那他就觉得那只狗很好咯 只是听他说 那包括我看这个韩国的狗狗 很优秀 这个姜训练师的节目 有些韩国的family 是吧 全家五六个人 然后呢 个个都被那只狗咬 咬到几十次 咬了九年 都不处理那只狗 教也好 遗弃也好 怎样都好 那你都要想方法 兩隻狗我都會摸 兩隻狗我都會訓練 訓練牠 大家的主人和狗寵物之間的聯繫 我一定會有 但是我看到牠咬我的老狗 好說不好聽 如果大家有什麼愛狗 極度愛狗人士 我覺得我口中的野狼 聽到聲音 我要報警 誰要約束 我看到抖音有條片 有一個女人在街上 拿狗繩去Feed那隻狗 然後有兩個女人就舉機 拍著牠說 你不要打牠 很可憐 你不要打牠 後來反饋的視頻 那幫男生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在說 有前因 每個故事都有原因 為什麼發生這個畫面 就是那隻狗 就拿那些頸箍 牠不是背戴 頸箍 牠就一下子 好像豬隊友前天 牠就不知道怎樣 可能落得沒那麼緊 就走掉了 然後衝過一條馬路 是真實發生的 豬隊友自己去放狗的時候 那隻狗不知道幹什麼 牠可能沒有綁好什麼 牠那條頸就掉了 那隻狗大奔跑 走去很多車水馬龍 過了馬路 在那裡周圍轉 哇 整輩子都沒試過這麼Feed 在這個時候 那個女人追了三四十米 搞了十五分鐘 才捉回這隻狗 那隻都是柴犬來的 我記得 然後牠捉了之後 牠就又緊張 又害怕 那便Feed 牠 用一條狗的繩子 在這個時候 那兩個爺爺就Capture到這個畫面 就走來拍攝人家 就說 你不要打隻狗 那隻狗很可憐 我要放上網公審 你就混蛋 就是這樣 整件事就是這樣 那我就想問問問大家 有很多 尤其是網上之前 又罵陳欣薇說 怎樣說 養了三隻貓 是不是 三隻還是兩隻 然後在陳欣薇戴肚前 戴肚的初期 牠就遺棄了這三隻貓 然後很多人就罵陳欣薇 那當然 我那隻狗十三四歲 是不是 你說扔出街 是不是被人領養 美其明說領養 其實你就叫牠去死的 早點 早點逛街的 通常這些狗都是 要不就去人道的 要不就去那些餘農署 等十四天沒有人認領 就拜拜的 那我覺得 你一隻老狗 難道我說 我不要牠 我要一隻柴犬 那不會 是不是 有感情的 那你說 如果兩者一定要 如果那些什麼訓練師走來 就說 沒有了 你兩隻狗 你要不就永世隔開牠 要不就不要養 只養其中一隻 那我一定是養老那隻的 因為你年輕那隻 喂 你調出街 你半歲 大把人要啦 柴犬 雖然不是糾柴而已 那我覺得呢 所有事情都 case by case 你說 喂 是不是 是不是 覺得打狗一定對呢 那當然你如果是有很高的 訓練狗的方法 那當然是不至於令到 那兩隻狗是這樣去打架 不是打架 是永遠被動地捱打 那你說 喂 如果不是的 那你就用我的這些蠢方法 但我自己覺得是可以的 那你要讓牠知道 不可以這樣做 是吧 難道你見到那個狗咬著一個小孩 你說 喂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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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有些狗主是這樣的 你明明見到牠呢 走去你的床那裡 枕頭磨毒療 牠竟然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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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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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呀 但牠永遠不會打的 那有些人覺得OK的 那你就接受這一套 有些人覺得 喂 我不是的 我一定要保護我的老狗的 你咬牠 你咬到牠見血 我就逢你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你說 喂 劉夏哥有沒有錯 那可能牠都沒有錯 牠會覺得 哎呀 很慘呀 我聽到有人約束呀 是吧 我之前都呼籲大家 整天聽到一些這樣的小朋友哭聲 BB哭聲呀 就一定要報警 喂 起碼有這些阻嚇的作用 那好吧 今集我就分享到這裡 你說黃日華有沒有錯 我覺得又真的不用跪下的 是吧 大家都是打球而已 你覺得 黃日華不對的 好話不好聽 黃日華現在 都不需要回去大陸找食啦 所以 沒有有怕的 華哥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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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